就是你这边的话 就大概月收入在多少呀 五千到八千之间吧 五千到八千 那你觉得现在这个收入的话 就是在重庆能够一直长远地发展下去吗 我感觉也就是一个普通的一个上班族的收入 对就是 但是并不排除之后的发展或者是牵牲 那你自己有没有想过要创业啊还是什么呢 也想过吧 但是有点困难 怎么会有点困难呢 因为现在的重庆在于我的了解旅游或者是销售 行业类居多 但是我并没有太多的接触 我觉得作为一个男孩子的话 还是要应该就是有一份比较稳定的收入 我感觉而且我觉得你这个收入的话 可能在重庆也就是一个普通上班族的收入 就比如就养不了家 我感觉以后比如结婚生子了 如果假如以后在一起了的话 感觉养家会有一点困难 那你个人觉得你理想中的男方收入在多少 我感觉要在重庆这个城市生活下去的话 安定一点的话我感觉至少要在一万以上吧 一万以上 对对对 那这么说的话 我奖金还有年终奖算着还真差不多 年终奖和奖金是吧 那就是平时一些开销 比如说你以后要再重庆买房 这些你是全款的还是贷款的 你要有 如果你是贷款的话 我感觉你就算是有一万块钱的工资 我感觉也还了房贷 然后出去生活开销也没什么钱了 这就快双方了吧 那也是 我们等你 那么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男嘉宾呢 是一个来自外地的男孩子 但是他非常喜欢重庆 来到重庆有两年多的时间了 在重庆呢做配音师 可能在凡人游戏里面 大家对这样的一个职业 还是挺新奇的 那这样我们就先通过一个短片 来认识一下我们的男嘉宾 大家好 我是今天的男嘉宾叫苏元峰 年龄的话是28岁 职业的话是配音师 收入的话是5000到8000之间 本职者有男嘉宾苏元峰 28岁 身高1米83 职业配音师 月收入5000到8000元 婚姻状况未婚 之前有过一段恋爱经历 然后时间的话是在两年左右吧 分手的原因是性格不合 然后两个人就是经常有矛盾 没办法就分手了 兴趣爱好的话就是徒步 或者是爬山之类的旅游 特别的也没什么特别喜欢的吧 则偶要求的话就是温柔 大方一点的 然后 两个人有共同的一些语言 有一些共同的性格爱好 对于女方的一些外貌 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 身高的话在1米6到1米7之间吧 体重的话不要太胖就可以 现在站在我身边的就是男嘉宾了 先给我们观众朋友打个招呼 大家好 我是今天男嘉宾 刚刚我们只是通过VCR来认识了一下你 现在我也想好好的跟你聊一下 其实我看我们男嘉宾的身高和外形 面向咱们重庆市场挺有优势的 但是在北方来说 我这种身高是挺普遍的 所以说你是想来到重庆 找女朋友是感觉自己胜算大一些吗 可能吧 自我感觉良好 自我感觉良好 那其实现在越来越多的外地人扎根在了重庆 有了自己的事业 也有了自己的家庭 这个俗话说咱们成家立业嘛 对不对 先成家再立业 可不可以这样理解 那你是想现在把这个家稳定下来 然后再去发展自己的事业吗 虽然说老话是这么说吧 但是按照现在的社会来说 先立业后成家比较现实一些 那现在立业立的怎么样了 立业立的中等吧 中等 达到自己的一个预期效果了吗 远远没有达到 远远没达到啊 那现在配音师这一行 在重庆来说的话 市场怎么样 在我了解并不怎么好 那为什么还要坚持在重庆 还要找女朋友 可能重庆这个地方节奏慢一些吧 喜欢这样的节奏 对 重庆女孩你接触过多少 不多 仅限于同事之类的 同事 对 那你觉得她们的性格 是不是传说中的那么火辣 我刚开始来听说的是 重庆妹子都特别温柔 但是来来之后发现 发现和东北的女生没什么区别吧 挺有自己的个性的 对 那其实今天女嘉宾的情况呢 也跟你说了一些 你之前也知道了一些 那今天你看马上我们就要相亲了 我给你一个小的建议好不好 行 行 我觉得过于严肃了一点 那我 笑一下啊 刚刚那突然这一笑我觉得挺好的 行那我笑一下 那你看要见面了 为了营造良好的这个相亲氛围 一会儿有没有通过自己的特长去跟女嘉宾见面 有没有这种想法 我就来一段和我工作相关的录音吧 对 其实你刚刚跟我说句话 我觉得你那个范儿就已经起来了 不没有没有没有 那个那个声调那个音色就已经感觉在变化了 不一样了 不 并没有并没有 所以还有更精彩的 也不是精彩吧 就是平常工作中的吧 准备送一段什么给女嘉宾 在手机上了 那行 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会儿男嘉宾会给女嘉宾一个什么样的见面方式呢 大家好 我叫郑小莉 是今天的女嘉宾 然后年龄24岁 然后职业的话是做车业化 手组的话在五千左右 之前的话我那边有一段感情经历 然后弹了大概有三年半的时间 都是因为我们在大学里面弹了 然后毕业了之后因为异的原因嘛 然后就没有坚持下去 然后就分手了 平时兴趣爱好的话都比较 比较 有时候比较窄 但是有时候又比较喜欢出去玩那种 然后就喜欢唱歌平时 然后打游戏 然后喜欢跟朋友一起出去旅游 在我这方面的话其实没得太多要求 主要要给我有一种安全感 然后的话身高的话希望在移民起舞以上 然后要一个稳定的收入 然后两个人性格要相和 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因为两个人要比较有滑锁 然后才会做的成就 好 现在女嘉宾在我身边了 小莉你好 你好 来先跟观众朋友打个招呼 哎呀大家好 哎呦好甜的妹妹 那我想知道你对爱情的一个期待 最大的期待可能就是要两个人之间相互比较合得来 我没有 其实对爱情已经没有什么期待我感觉 没有什么 我怎么在爱情里没有期待的 不渴望那种爱情带来的甜蜜的感觉吗 很浪漫的感觉这些 那个都是小情侣之间的 我觉得我们我参加这个节目嘛 又不是为了谈恋爱 就是为了就是找到一个合适的人这样子 然后就以后 你好好过日子了 对 哎呦这话从你嘴里说出来怎么我就觉得 这么小的一个姑娘哈就觉得啊我对爱情情没有期待 然后只要过日子就得了啊 因为以前以前就是这个小姑娘的心事 然后经历了过一段感情嘛 然后经历了之后 明白了 就对这个方面也没有 受了一些伤 对对对对 所以就没有勇气再去憧憬爱情了 对对对大概就是这样子的 其实不矛盾的哈 我觉得第一不管什么年纪对爱情还是要有所期待的 第二哪怕两个人哈 不管是你最后是想找个人过日子 还是找个人怎么样 我觉得爱情是基础的 那倒也是 是吧 不可能两个人之间没有互相吸引的地方就开始 对对对对 你的婚姻什么的 你的婚姻肯定是两个人要有感觉爱情为基础 才可以慢慢的往下走嘛 是的 好那所以我觉得 哎今天咱们把这个心态还是调整调整啊 现在这个年纪是应该享受爱情的时候啊 好 可能是还没有遇到那个 那我心动的人 来到凡人游喜了 遇到心动的人的距离就更近了哈 那今天呢编导也是为你 我觉得哈 算是量身定制了 超级VIP的服务 那今天男嘉宾我觉得从外形啊 身高啊 长相都还蛮匹配的 那现在呢 唯一有一个问题啊 就是男嘉宾呢 他是外敌人 那重庆待了两年多 同时他也有意愿 有想法 想要在重庆定居一直定下来 所以这方面你介不介意 如果他就是愿意在重庆定居的话 我觉得是不介意的 主要是因为之前我也是因为一地分手了嘛 就我想就是两个人工作 肯定一定要在一个城市 不要异地恋 但是异地人是没有问题的 对对对对 是的是的是的 只要两个人三观 三观一致 我觉得这个无所谓 好 那这么说我就放心了 今天男嘉宾呢 其实他还是有特长的 是一名配音师 我哈 我是一个这个声音控 我不知道你对声音这种要求高不高 辨识度啊 这些 是不是需要那种声音好听的 那肯定要好听的 那肯定要好听的 肯定都喜欢好听的 加分的 对对对 肯定是加分项 好 那先给男嘉宾先加点分哈 我刚刚听了一下声音还蛮不错的 那这样一会儿我把它带过来 你背对着我们 我们先闻其声 你觉得这个声 对 你觉得这个声音 好像通过声音想象这个男子的外貌 我还有兴趣想要见见他 咱们就转身 如果觉得听这个声音一点兴趣都没有的话 你就好好考虑一下了 好的 好 我就把男嘉宾带过来 你准备一下好吗 各位观众我是好 欢迎收看今晚的凡人游戏 我是情感观察院飞桃 男女嘉宾是一对外形到条件 到精神追求都很相似的人 因为我们的男嘉宾是北方汉子 身高也是放在那里的 一看就很有优势 女嘉宾的个子也不矮 从这个相貌上来说的话 两个人同框的画面是很扬眼的 而且两个人对于另一半的要求 都是有外形上的指标 什么高矮胖瘦都有规定 但是对于这个性格方面都很强调 一定要合得来 那么男女嘉宾在这个兴趣爱好 还有对对方的要求上来说的话 应该说都是很契合的 那么见面之后 两人会擦出怎么样的火花呢 你看就在我们的正前方 现在就给你看一个背影 是 看她背影觉得怎么样 应该挺漂亮的 挺漂亮的 我给你说一个字 我觉得是甜 甜 一会儿不知道你感觉如何 自己去体会 但现在呢要让这个我眼中甜甜的女生来转身的话 还有点难度 刚说了 我不是准备一个小节目吗 是吧 行 先听你的声音 如果说一会儿女嘉宾的声音好听就转身 觉得不好听她就不转了 有没有难度 还行吧 还行 应该不在话下的 信手拈来这个事情 那好 我们就慢慢向女嘉宾靠近 因为如果觉得刚刚男嘉宾的声音有打动到你的话 你就转身 如果没有打动到你的话 你就向我挥挥手 有打动到吗 刚刚男嘉宾她的那个内容有没有认真听 没有 我就听了那个挺搞笑的 她说的那个内容我们观众朋友来说一下全是一滴泪两滴泪三滴泪的 对 为什么在相亲的现场会说 会说这个 表达的是什么 表达的也没什么主要表达的吧 挺喜欢的 是挺特别 但这个意思让我听起来不是太喜听 所以你也没有注意到内容 反正好听就行 我就专注她的声音去了 没有听清台词 转过来之后 看到男嘉宾的这个外形 长相 有没有跟你想象当中的一样 听到声音 你自己想象出来的那个感觉差不多 我感觉还是跟我想象中有一些差距 在哪里 我感觉她就很严肃一样 很严肃就没有缺少点阳光 对 直接点题了 直接说出问题了 这第一项本来是很好的 唯一欠缺的就是阳光感 阳光 不太小 对 笑一个 来现场笑个给女嘉宾看一下 我 真诚的笑一笑 来 日常看到自己欣喜的人 事物的时候什么表情 就很开心吧 我觉得男嘉宾这样会憋出内伤的 其实他很想笑啊 他憋在肚子里的 对 对 那你就放开了笑一次嘛 来 三二一 对了 就是想要这样子的对吧 对 就阳光一点 就是 女嘉宾都喜欢阳光的男孩子 李嘉宾转身那种会心一笑 发自内心的那种 好印象的笑 我觉得你应该是 然后男嘉宾这个回应的 很尬刚刚 对 好 那其实呢 今天我觉得这个开头还是蛮特别的 而且很有意思 一个女嘉宾我相信留下了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 对 男嘉宾这种方式怎么样 相亲 挺好的 看看好之后两个人的发展吗 自己来说一说 感觉还行 挺好的 那行 好 那其实今天我跟你讲还跟你点压力 女嘉宾不是一个人来到现场的 其实闺蜜也来到现场了 你要不要让闺蜜来帮你判断一下 看一看 她呀 她可能有点害羞 但是她全程一直陪着我也挺感动的 好 那我给你指个方向 那位女孩子就是闺蜜啊 所以一会儿呢 好好表现 好吗 懂了 我之前前面的话谈过一段恋爱就谈了三年多 但是最后呢 就是因为那个异地恋而分锁了 这是听编导说 他说你也是外地人嘛 然后就想问一下你这边的话 就是长期打算在哪里发展 是在重庆呢 还是在其他地方 打算在重庆吧 你是到重庆有多长时间了 在重庆大概两年左右 那你这边的话是打算定居在重庆的话 那你也是你的父母也会过来吗 还是说你自己一个人在这边呢 我自己一个人 自己一个人 对 那你父母长年不回去看他们吗 还是怎么呢 也不一定吧 就是过年过节 然后双方商量 看看到底是 假如说过年的话 在哪节过年 就这样 对对对 我个人是比较记忆的 因为我现在 我现在的话 就是一直想在重庆发展 所以就这方面也要了解多一点 如果就是说 你想在外地的话 或是就是经常不在重庆的话 我可能就有点接受不了 这个不会 那还行 那你家里面是 你一个儿子吗 还是怎样 对我是独子 独子的话 你父母会让你定居在这边吗 关于之后恋爱的事情 父母并不会过多干涉 我自己的走向 那还行 那肯定父母是介意的 我感觉 就是你自己这方面能做主 能做主 那也可以 然后那你 我问一个比较隐私的问题 就是你这边的话 就大概月收入在多少 五千到八千之间 五千到八千 那你觉得 现在这个收入的话 就是在重庆能够一直 长远地发展下去吗 我感觉也就是一个 普通的一个上班族的收入 对就是 但是并不排除之后的发展 或者是先生 那你自己有没有想过要创业啊 还是什么的 也想过吧 但是有点困难 怎么会有点困难呢 因为现在的重庆 在于我的了解旅游或者是销售 行业类居多 但是我并没有太多的接触 我觉得作为一个男孩子的话 还是要应该 就是有一份比较稳定的收入 我感觉 而且我觉得你这个收入的话 可能在重庆也就是一个 普通上班族的收入 就比如 就养不了家 我感觉以后比如结婚生子了 如果假如以后在一起了的话 感觉养家会有一点困难 那你个人觉得 你理想中的男方收入在多少 我感觉要在重庆这个城市 生活下去的话 安定一点的话 我感觉至少要在一万以上吧 一万以上 对对对 那这么说的话 我奖金还有年终奖 算着还真差不多 年终奖和奖金是吧 那就是平时一些开销 比如说你以后要再重庆买房 这些 你是全款还是贷款呢 要有 如果你是贷款的话 我感觉你就算是 有一万块钱的工资 我感觉也还了房贷 然后出去生活开销 也没什么钱了 这就快双方了吧 那也是 我说的太远了感觉 对 那我之前刚才也说了 就是之前有过一段恋情 家里相亲也是相亲认识的 兴趣爱好不合吧 就是我的一些爱好什么的 他就会感觉我 和他的兴趣爱好不匹配吧 他就会过多的干涉 那你的爱好是什么呢 我的爱好就是 假如说就是打一个比方 我俩出去想玩 我俩就会因为 去哪里玩 就会因为这个引起争执 这个不是很正常吗 很正常吗 对 因为每个人他都是不一样的 所有想去的地方 都是不一样的 就很正常 我希望的话还是 双方有一些默契吧 对 就是我说 假如说我说的是 去北京之类的地方 而你说的是一些 游山玩水的地方 就感觉有点不大了 那这个东西 就可以两个人一起商量的吗 也不是说你一方就决定 大家一起商量 会挺好的吗 因为我们这个年龄的嘛 又出来就是相亲 也不是说为了 就谈两年的恋爱 对 都是伴着结婚去的 对 就是伴着结婚去的 我想问一下你 对这方面有什么打算的 有一个稳定的工作 然后 双方有一些共同的交流 共同的语言 类似于双休日之类的 可以一起出去玩一下 然后 针对于你放的一些节假日 或者是一些生日 有一些意外的惊喜什么的 我会给你放 知道一些小惊喜小浪漫吧 就你刚刚说的这些什么惊喜 什么出去玩 这些我就感觉 但是跟你现在本人的状态 有点不符合 我就感觉你这个人 属于那种有点高冷 不 我并不是高冷 你说我是直男 可能会准确一些吧 我是今天讲实话 确实有点紧张 你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样子 因为我这个人的话 性格的话比较外向 也就比较爱玩 就比较在意的那种 就是灵魂上又有趣 知道吧 就是两个人 才会有共同的话题 才会能够常常就觉得 走下去 我不想 我不想说就是两个人因为这个 这个方面的问题而产生一些矛盾 就我就一直在那里讲 然后你的话就一边就没有表情 然后很冷的感觉给我 就冷暴力啊 就比如吵架就冷暴力这种 这个不会这个不会 我最讨厌的就是这种 冷暴力是不可能的 那但是你现在给我的感觉就是 你好像很不开心 就从聊天开始到现在 我给我的感觉就是 你没有一点开心 这并没有不开心 只是因为第一次接触吧 然后有一些紧张 这是真的 其实背景上 就自己放开一点 我就感觉你很高冷 就好像就没有那么平易近人 这确实不是 私底下也是这样子吗 这个不是 这两个人数起来之后 你会发现我是挺皮的一个人 看妹妹跟男嘉宾聊完之后 这个心事重重 找到我有些情况要反映一下是吗 来说一说 我们来聊一聊 我就感觉吧 他就很严肃 可能大概是我不是他喜欢的类型 或者是说他本人个人就是这样子的 就是这一方面我还是比较介意的 你看一严肃了 就会让你胡思乱想了 是不是没看上我呀 对我印象不好啊 不喜欢我这种类型啊 对 这个问题一定要给男嘉宾带到的 你看有可能我们的一句话 一个表情会让别人误会 当然到底他怎么想的 我觉得一定要弄清楚啊 所以我们先不下判断和结论 好不好 好 来 还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我就觉得还有的话 我就是来嘛 可能就是想跟着结婚去的嘛 然后就各方面他的那个收入啊 什么的还是想了解一下 就是之前了解到的话 我感觉就是在重庆要生活下去的话 可能收入方面还要差一点 就差一点 那刚刚了解到他现在是什么情况呢 他的收入的话就还在重庆来说的话 可能生活下去有点困难 他说他工资的话在5000到8000左右 而且 你理想是多少 你想的话怎么着 也得一万块一万以上吧 一万以上 对 保底是一万 对因为他本来就是外地人嘛 然后在重庆又没有房 对吧 将来如果要再重新定居的话 肯定要重新买房的吧 买房的话 如果他的那个条件不是很好的话 肯定是要只能给首付嘛 然后首付就还房贷之类的嘛 那如果工资太低了 你还我房贷 你生活开销的很困难 我感觉 那这一块的话 你刚刚有没有跟他聊透呢 就是工资以后的打算 房子怎么买这些 这个具体的还没有聊过 所以目前来说的话 你看不管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都是出于自己的一个担心 对对对 好 那其实你自己感觉男嘉宾 对你的印象如何 我感觉应该是不好的 都没有笑过 全程就是很严肃的那种感觉 刚刚我也跟我闺蜜讲了嘛 就是他也觉得不太建议 因为整个人第一呢 就是看起来比较严肃 第二个呢就是外地人 外地人的话在重庆 就是生活的肯定比本地人要困难一点 就这样子 好 你看 闺蜜呢也是为了你以后着想 聊了非常多现实的问题 其实 从我的角度来看 首先第一 其实男嘉宾 你看一开始 准备的这一个小惊喜 给你的那一段配音 包括两个人见面 后来我们让他笑 能感觉得到他对你一向 其实还不错的 只是说可能 他日常就是一个 有一点给人感觉比较呆板的人 一会我还要问清楚 到底对你的印象如何 从我的感觉来讲 应该是还不错的 然后第二个问题呢 我就建议你一定要 敞开了说 你比较介意嘛 对不对 对对对 女孩子们肯定比较介意这些 对 还包括以后 比如说你想让他是 这个按揭 按揭是怎么买 自己付还是家里给支持 包括以后的按揭款 两个人在一起了 是要一起去供这个房子 还是让他来供 你有没有自己的想法呢 这一块 我觉得这一块的话 如果两个人真的在一起了的话 你肯定也没有说 他自己供或者是怎么样 肯定两个人就在一起了 肯定是两个人一起 一起负担这个房贷 但那很好呀 所以这些想法 你都可以透露给他 了解清楚嘛 是吧 一会儿呢 因为之后两个人 需要有一个判断的 所以这些问题 不要让他困扰到你了 好的 好不好 那这样我就去把这些问题 反馈给男嘉宾 看看他的真实想法是什么 好的 好吗 不用担心 我们的男女嘉宾见了面 男嘉宾呢 以自己的一段专业配音作为开头 实话说 这个音色还是可以 但是这个角色是要挂掉了吗 我觉得配的怎么那么喘 反正我听了觉得不会有加分的 女嘉宾的感觉是怎样的呢 女嘉宾开头听他这个配音应该还好 可是见到男嘉宾之后呢 他的感觉是好严肃啊 感觉就是整个脸都很阴沉 是对我不满意吗 还是太紧张 太内向了 那么通过交谈之后呢 两个人的印象 似乎也没有变得更好 尤其是女嘉宾对男嘉宾 因为他觉得男嘉宾这个收入 五千到八千 没有达到自己的理想中的状态 女嘉宾是算了一笔账的 买房啊 按揭啊 付完之后你又有多少钱 哎呀听起来虽然很现实 但是也不得不说 女嘉宾你还是要想一想 男嘉宾这个年纪 二十七八岁的男生 拿这个收入在重庆 也还是挺普遍的 生活需要两个人一起创造 但是感觉上的东西 就需要男嘉宾 好好的努努力了 相亲特派员告诉男嘉宾 女嘉宾此时的两大顾虑 他决定亲自去跟女嘉宾沟通 他的回答会缓和 两人之间的关系吗 因为我个人也知道 就是房子的话 能给女生一个安全感 然后房子的话 我个人是有一些积蓄的 家里边也是可以支援我一些的 比如说我想玩一个游戏行吗 抓到哪了 到哪了 谁的一句啊 来数过来 抓鸭子 抓鸡子 抓五只 没抓着 抓鸭子 抓鸭子 抓六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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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一抓鸭子 抓几只 抓五只 抓着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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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俩 人家都没对 他 我对了他不对 为什么人家没对你还要追上呢 却又是害怕看你的眼睛 有那么一点点 有那么一点点动心 一点点去疑 不敢相信我的情不自禁 还挺好玩的 好笑的理解 可能跟我们普通人不太一样吧 反正这个现场我只是感觉到了一丝丝的尴尬 没有觉得好笑 没有觉得有趣 那么男嘉宾的这个亲和力通过这个游戏有改善吗 我想是没有的 但是他毕竟是为了促进这段感情做了努力 对不对 那么女嘉宾会怎么看呢 那你现在是和父母一起住吗 现在的话不是的 我父母的话他在那个区县 然后就现在自己跟朋友一块住 对 就平时就过年过节了回家 然后看一下他们 然后就这样经常打下电话这样子 就因为还是没有住在一起 也不可能说就老回去这样子嘛 反正就节假日的话 一般都会回去看看父母的 那看样子你和你父母的关系相处的挺融洽的 对对对那肯定嘛 反正还是挺好的 就像跟爸妈的话就更像朋友一点 要对对方再说一下的 或者说再表达表达自己 表白表白什么都可以 有没有两位 我觉得已经没有了吧 刚刚想问的都已经问清楚了 好来男生这边呢 我也没有了 也没有了 好看了两个人内心好像都已经有答案了 是吧 好既然如此 我们就来干净利落的做最后的结尾 请选择 这个两位 两位转过身来吧 转过身来 你俩是既不选也不走 是一个什么状态呢 现在 我觉得时间可能有些短吧 就是加上我是属于那种慢热型的 所以现在心里完全确定不了 但是离开现场之后觉得可惜了 其实还是有一点点好感好印象的 对 由向往下继续这个了解下去的 是吧 对 但是现在你说确定两个人 就是牵手成功的关系呢 好像又为时过早了一点 对 女嘉宾也是这么觉得的吗 我觉得先从朋友做起吧 非常遗憾男女嘉宾没有牵手成功 两位都认为对彼此的了解还不够深 不想贸然的牵手 做做朋友呢 还是可以的 我想今天牵手失败主要的原因 还是在我们男嘉宾这边 女嘉宾呢 是带来了亲友团的 是她的闺蜜 这个闺蜜呢 一直在旁边冷眼旁观 她认为男嘉宾这个性格呀 可能真的是有点问题 感觉是非常阴沉的一个人 那么这种阴沉背后 可能代表有两层意思 第一层意思呢 就是她天生就是这样的一个个性 天生就是一个没有什么幽默感 比较冷静的一个人 同时就意味着 你如果跟她在一起生活的话 可能就不是那种 天天欢声笑语的一个生活环境 那么第二层意思呢 就是男嘉宾有可能也没有看上女嘉宾 那么就保持严肃 只是出于礼貌 我把相亲完成而已 我也不想让你对我有其他的一些想法 那么不管是哪一层意思 男嘉宾的这个状态 就让女嘉宾感觉到了 我不是那个受欢迎的人 我不是你喜欢的人 所以今天的牵手失败